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用唱的 五只小鸭出去玩 经过了高山和园野 鸭妈妈大叫呱呱呱 四只小鸭跑回家 四只小鸭出去玩 经过了高山和园野 鸭妈妈大叫呱呱呱 三只小鸭跑回家 三只小鸭出去玩 经过了高山和园野 鸭爸爸大叫呱呱呱呱呱 所有小鸭跑回家 这个部分最后一句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因为鸭爸爸生气了 每一次叫小鸭回来 妈妈叫都少了一只 五四三二一 然后到了最后一只的时候 鸭爸爸确实生气 然后所有小鸭都很害怕的 赶快回来 那小朋友蛮喜欢这一段 那这是地检嘛 五四三二一 那另外还有地检二的 数数的部分 我现在示范一个 十根油条 十根油条 放到油锅里 蹦了一根 翘了一根 剩八根 八根油条 放到油锅里 蹦了一根 翘了一根 剩六根 六根油条 放到油锅里 蹦了一根 翘了一根 剩四根 四根油条 放到油锅里 蹦了一根 翘了一根 剩两根 两根油条 放到油锅里 放一根 跳了一根 剩下没半根 它就是手指头的游戏 然后其实就是地减二 从十八六四二 没半根零 那一面再玩的时候 小朋友可以学到地减二 那另外有关陈法倍数的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 一只青蛙一掌嘴 两根眼睛失调 推 那这个动作大家都可以 自己改变 我鼓励老师呢 自己能够创造手指摇 或者是改变现有的歌摇 变成是手指摇 接下来呢 我要讲的是手指摇 具体教育功能的第四项 提升创造能力 提升创造能力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很多的手指摇 其实都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创造 有的涉及到语语词的替换 有些呢 必须跟老师一起共同创造 像刚刚刚所举的大象 大家不晓得很有印象 大象 大象 然后你可以改编成 大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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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那同学把他改编成 你的 你的胸部怎么那么大 妈妈说 胸部大 才是强壮 你可以 自己替换语词 那像 河马 你也可以改编成 你可以跟小朋友约定 比如说 妈妈说 嘴巴大 才能吃得多 可以自己改编 那像刚刚那个 一根手指头 也是一样 刚刚一根手指头 比如说 我们有三岁版跟五岁版的 小大家还记得吗 五岁版的是 一根手指头啊 一根手指头啊 变呀变呀变成 毛虫爬呀爬 加了爬呀爬 那两根手指头啊 两根手指头啊 变呀变呀变成 白兔跳呀跳 那你也可以加以改编 我不要白兔啊 我可以变成别的啊 那就有人把它改成说 两根手指头啊 两根手指头啊 变呀变呀变成 眼镜脸上带 三根手指头啊 三根手指头啊 你可以自己改编 你自己要的 变呀变呀变成 猫咪咪咪咪 不是 你自己想要变什么 都可以 那刚刚那个五只老母鸡也是一样 五只老母鸡 关在笼子里 那个老母鸡都可以替换成 不同的动物 不同的叫声 那那个什么公车还记得吗 公车上的轮子 转转转 你都可以变啊 公车上的窗户 吉利卡拉吉利 吉利卡拉吉利 你可以自己变 那圆里的番茄也可以变啊 圆里的番茄圆又圆 那你可以变啊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班上的同学把圆里的番茄改成 城包里的公主 美丽又大方 那很好玩 这整个手指都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巧妙的变化 我记得那个城包里的公主 到最后是全班把她逗起来的 城包里的公主 美丽又大方 躺着睡觉不说话 来了一个白马王子 对着公主亲下去 国王看了很生气 快把公主嫁出去 很好玩 那这个都是小朋友的创意 那手指要确实可以改编 无论是词的部分 动作的部分 声音的部分都可以加以改编 确实是可以提升小朋友的创造能力 感谢观看 对视频 感谢观看